大家好,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观论奇谈节目,请大家订阅点赞评论,支持我们频道华展,谢谢大家 我们之前用了上中下三期节目,讲了推背图第45项,列举了战争发生的几种可能的起因和结果 战争有可能是一场对中华的齐略战争,也可能是一场内战,但是最终的暂局应该是代表中华的两个政权获胜 两个政权中我们分析其中一个是中华民国政权,另一个是第44项提到的圣人政权 至于齐略方,我们也分析出了几种可能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前的节目,看一看相关内容 我们今天就接着往下来讲,战争之后,中国的形势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讲推背图第46项,我们还是按照图称颂的顺序来进行解读 首先我们先看图,图上画着一个军官打扮的人,戴着一顶黑帽子 这个人是直立的,左手向内握拳,右手也握拳,但是手心向外 这个左拳放在前心,右手则撇到了一边 从年纪上看,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中老年人 除了这个胡须之外,这个人在额头上还有一些皱纹,证明这个年纪是不小了 这幅画的背景是一片竹林,乍一看这幅画内容是非常的不好猜测的 首先呢,我们想要猜这个,就先来类比一下 之前这个推背图,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灵感 这幅图的特点是汉人、华人、老者 我们看一下类似情况,第二十三项出现单个穿着中国古代官服的人 但是这和四十六项相比,这一项的图寓意就比较强了 指的是一个人在请起一座建筑物的大梁 这样配合称语和宋约,很容易猜测 这一项是在说,这个宋朝大厦将清,文天祥等人不能够独立支撑,这么一项 之后又来到了第三十七项 这一项之前我们也讲过,是中华民国成立的一项 这个图画也是非常匪夷所思 一个妖怪拿着一个人的人头 从图画的表面上很难联系到 这个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所谓金圣叹的批注说了 说则是有元首出现,一时位一平治,一乱也 结合图可能通过那个鬼一样的人 来烘托一种可怕的气氛,象征着天下大乱 而称约和宋约则表示的是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出现的乱局这个情形 对于中华民国成立,我再说两句 按照推背图的描写来说 有四项的内容 第一项就是这个鬼拿着个头这一项 证明这个民国之初的乱局 之后第38项门外一路被解释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第39项被解释为日军侵华 而第40项则是民国败走台湾一项 这段时间啊,这个项是非常的密集啊 短短40年时间用了四项的内容啊,间接证明什么呢 证明推背图是民国之前的预言 所以啊,对于民国的事预测的甚为详细 是针对啊,民国后啊,这个观众的兴趣爱好的这么一个读物 民国之后的事啊,当然要详细一些了啊 另外啊,也是证明这个民国啊,确实是一个多事的国家 且没有一个稳定的情况出现 从开头一项就是乱局 一直到最后一项才出现啊,垂拱而至这样的好一点的词 当然呢,民国之后还是在说乱局啊 第41项说的是啊,大约近文革的情况 之后啊,第42项所言的内容啊 咱们说很有可能是没有发生了 但是啊,也是这个,有这个闹乱群臣啊 这么情况 第42项啊,我们已经解释了啊 三种解释 请没看那期节目的朋友关注一下啊 到那期节目看一看啊 我们回过头来 从我们举出的两项来看 出现一个啊,找古装的啊 这么一个这个华人啊 可能是在烘托一个事件的气氛 而中国古装的人大有可能是代表啊 一个政治人物的存在 这个人物是当时政局的一个关键人物啊 就像文天祥独自撑起门梁啊 这个意思差不多 所以啊,这第46项啊 也要有一个情境 那么这个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所谓啊,金圣探的批著啊 写道 君王昏溃亦勇士 仗义兴兴兵 为民请命 故月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 结合起来说呀 应该就是啊 这个人是一个啊 兴兵叛乱者 但是从罪浮屠啊 看不出来他这种状态啊 看他也不像是兴兵叛乱 而是像啊,单独做了一个什么行动啊 如果把他握拳这个姿势啊 想成是这个练武术的话啊 应该是准备进行一场啊 贴身肉搏啊 与其说呀 说成是反叛 不如说成是所谓刺杀啊 或者这引导一场宫廷政变 而且啊 从他所在的环境而言啊 草地 足林啊 应该是一个啊 南方的这么一个环境啊 相对优雅 这么一个环境 很有可能啊 是在皇宫之中啊 也就是说 是在领导人所谓的官邸之中 对于这一项啊 目前坊间流传多种解释方法 局势政变的啊 也有说在是刺杀的 也有啊 说这个是当下呀 即将要发生的一件事啊 预示着这个啊 国家即将灭亡啊 这种情况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啊 不像第四十五项 从图上就能看出端倪 这一项啊 从图上是解不出来什么情况的 所以啊 我们必须得结合 谶语和送礼来继续解啊 我们就先来看谶 说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 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啊 四句称语 描绘了一个场景 说暗暗阴霾 环境描写 之前啊 有所对应的 就是啊 之前讲过天地会盲啊 日月立天这类的 都是环境描写 他是说的 就是当时所处的 这个社会环境 以及政治环境 暗暗阴霾呀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天 说明第四十六项 社会环境 政治环境很差 讲杀不用刀 这一个呀 就和图来对应了 图上的人没拿刀 空着手两个拳头 这也 这也和我们之前猜测的 这个刺杀或者宫廷政变啊 是能对得上 有杀嘛 而且这个杀是不用刀的 那是什么杀啊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继续看 说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 如果按照刺杀或者宫廷政变啊 这个方向理解 万人象征着啊 咱说是百姓的话啊 加上这个连接词 就是如果想要万人不死 百姓不死啊 就必须得有一人难逃 是一个假设句子 所以呀 刺杀的原因就表出来了 是因为呀 为了让这个万人不死 为了保护百姓 所以啊 这一项中啊 刺杀者啊 相对来说啊 是一个正义的一方 而被刺者则是 对百姓万人不利的一方 也就是啊 造就了这个暗暗阴霾的一方啊 这句话呀 杀不用刀是关键 我觉得呀 绝对不是说一个刺杀手段的问题 而是一种刺杀这个形式啊 的改变 其否定的不是说 刺杀没有拿刀 或者没拿枪 这么情况 而是说呀 这场刺杀 或者是这场政变 是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情况下进行的 类似于啊 罗马尼亚 齐奥塞斯库啊 政府倒台的感觉 一蹴而就 这个倒台 类似于宫廷政变 发生的 这个虽然啊 突然 但是啊 没有流血牺牲的情况 但是这种举动 对于百姓来说 是一种解脱 那么这场刺杀 或者政变啊 这是为什么呢 很有可能的情况是政治环境急速变化 之前呢 我们从第44项的时候就开始分析 中国出现了所谓圣人潮 而之后啊 经历了一场大战 圣人潮啊 最终获胜 但是啊 获胜之后 到第46项当中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种政治变化 影响了民生 造成了呀 有人必须走出来 将当时当权者干掉 这么个情况 按照习惯的说法 这是一场啊 政变 一场事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政变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我们下期节目 接着和大家探讨 本期的怪论奇谈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